新闻第一开始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各大报的头版头焦点 来看到就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焦点 两个月之前好莱坞编剧就开始闹罢工了 而现在这个事件是越演越烈 美国演员工会14号就宣布 他们和电影公司等等的资方谈判是宣告破裂 即日起加入已经罢工超过70天的编剧行列 这一场号称是63年来最大规模的好莱坞罢工案 大约有16万名的从业人员陆续发声来参与 好另外要来看到就是联合报的头版头焦点 台湾第一枚自制气象卫星裂缝者卫星 在昨天从新竹的国家太空中心启程 前往桃源机场 今天将会飞往到南美洲的法蜀归亚纳 预计在9月要搭乘Vega火箭升空 协助提升台湾的气象观测跟研究的能力 蔡文总统还有行政院长 陈建仁跟国科会主委吴正中 都到场为裂缝者来送行 见证这项重要的里程碑 好来看到这是2023年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在昨天开幕了 这也是睽違三年半以来 首度有中国大陆的旅游业者来参加 台湾举行的旅展 但是这一次呢 我方并未核准省市旅游局的官员前往 连带也影响大陆业者的参展意愿 再加上现在两岸的政治环境情势不佳 台湾业者苦叹 如果要等到两岸观光开放的话 是遥遥无期 期盼观光交流不要再用政治来卡关了 旺报头版头焦点 持续关注的这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近日来接连参加多场东协外长系列会议 而会中重申中国大陆愿意率先签署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赢得各国的肯定 另外在经济议题上头 王毅他也呼吁中国跟东协携手合作 要为世界复苏来注入东亚力量 区域的议题上 王毅他除了直言说 日本排放核废水是资势体大 不应该擅自行事 不能够筑成大错 另外在跟澳洲外长会晤的时候 也强调中澳关系不能够再偏航 更不能走回头路